我都能到牙齿发抖了 不便宜啦 这个花也高过我 现在真的非常的漂亮 哈哈哈 嗨,你好,我是金华花老频道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越南的第二个城市 也就是达拉 达拉的是我们这一次旅程 是最期待的一个城市来的 这个地方呢,其实算是越南的一个高原 就好像马来西亚的金马伦高原这样子 它主要最有名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花园啊,还有果园等等的 那我们基本上一进到来这个城市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花花草草 种植得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身后了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景点 也就是我们的秀求花园 在台湾留学的时候就有去那一个阳明山 他们大概夏天六月左右就会有农场 就会种很多的秀求花 台湾是只有那个季节才有 但是达拉的话呢,它是一年四季都会有这么满的秀求花 而且全部都是蓝色 看起来是真的非常的壮观 跟阳明山那个秀求花相比之下的 这个秀求花场会是更加漂亮的 而且你看他们这里有秀求花是高过我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花也高过我 可是很漂亮,超伟多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 它最主要呢,就是有一个天国的阶梯 就是可以让你拍那种王美照啊 但重点呢,其实我觉得这里非常漂亮 就是它是一个更高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达拉的表 是非常的漂亮的 而且你来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它的空气还蛮凉爽的 就不会太热 我觉得相比起跟我们在亚装走进店的时候 会是更加舒服的 但是三立法门最出色最有特色的东西 是在他们这个天国的阶梯嘛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呢,就不是讲说 你想要来就可以来 这个也算是一个他们私人区域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进来拍照的话呢 你还是需要去到他们柜台那边 至少点一杯饮料 饮料是不便宜啦,还蛮贵的 所以大家都是为了拍照 然后点一杯饮料过来这里拍拍照嘛 看看达拉的比武是觉得还可以啦 还有蛮多空间让你想用你的饮料啊 咖啡你的饮料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太赶时间的话呢 确实是可以点一个饮料 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拍拍照 休闲一下 在这种凉凉的天气喝一杯热烈的咖啡 我觉得还蛮享受的啊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他们这边也是非常有没有旅游景点 叫做Clayton了 为什么那么配合我啊 我不知道你的对付我啊 这里呢其实整个地方就是你一进到来 它这里全部都是你要艺术品 需要另外一幅入门票 入门票一个人是60千元 但是我觉得来到这边 就一定要进来这里走走看看 来我们认准的看一看这个 就是你看它那个文字很细气的 好像硬硬样子 所以你要靠啊 你要怎么拍照都可以 它的泥雕呢不仅仅就只是巧克力色 其实它的泥雕其实它会有上其他颜色 比如讲水果的话有香蕉 香蕉就是黄色 好像那树花就是它有橙色黄色这样子 它这里的泥雕呢其实还蛮有样化的 除了是有动物之外呢 还有水果 还有就是包括Dala的一些比较出名的旅游景点 也是有的 重点是我觉得它的泥雕都很逼真 你看这个 它其实是想要营造一个枯树 旁边是建筑物这样子 这个就是树 然后结果这个树很逼真 看起来就像粉了一样 但其实它是泥雕来的 刚刚在前面进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人 就以为没有什么人 然后结果大家的重点都是在于这一个 我叫它双面脸 这个景点其实也是Dala 近期非常有名的完美景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非常的漂亮 现在的状况就是 因为这个景点太出名了 所以有很多人排队要去拍照 因为它最好的拍照位置就是在前面 我们因为赶时间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在它的后面 随便这样子拍拍到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只要你来Dala 就一定会去的一个waterfall 叫做Atalan waterfall 而这个waterfall呢它最有特色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 你进去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做他们的那个 类似小小的lola coaster 然后进去waterfall 你再走走 然后你再把它架回来这样子 就只有这个方法可以进去waterfall里面 所以It's a must 这个是它的门票 我们现在进去咯 拜拜 我觉得这个比珍珠导的更刺激 因为它不是全程都是有东西围着 珍珠导的话 是全程都有东西围着 所以会更恐怕啊 waterfall在旁边 上去咯 其实现在这个地点 对他们来讲 是这里的冬天来的 而且Dala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比较冷一点 他们都是穿羽绒啊 穿长裤啊 穿厚厚样子 只有我们穿的这么单薄 我是菠莎 他们是短裤 看 我都能到牙齿发抖了 特别是在玩那过山车的时候 我们现在坐回那过山车 上回去那一个入口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木的入草方式还蛮特别的 很好玩 好玩啊 重点是你在坐那个过山车的时候啊 他还有很柔软的音乐给你听耶 很有feel 很放松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看上面的树 就是这样的松树是不是 很漂亮 不一样的感觉到 我觉得跟Win Pure的比的话 Win Pure的话 看到可能是比较多 正在发展起来的东西 这个的话是比较 你在Jungle里面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瀑布啊 我觉得是很值得体验的这个瀑布 据说呢 这个火车站是越南最漂亮的火车站 然后火车站的旁边 全部都是一系列的小摊贩啊 还有卖非常多的纪念品 然后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人像画 就是把你的人像画在那个木头上面 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来到这里一定要走他们这个铁道 你有试过在铁道上走路吗 没有 对啊 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哈哈哈哈 好容易跌倒 虽然讲说这些火车头呢 就是让你们拍照而已 但其实实际上 这个火车站其实是有在运作的 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乘坐这里的火车 去到他们这里附近的一个小镇 那里一个小镇呢 其实有蛮多游客推荐所 他们有一个华人寺庙 还蛮有特色的 但是因为这一次我们时间不够嘛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火车站里拍拍照而已 但如果大家想乘坐那种火车的话呢 据说那个火车是蛮有特色的 就是非常复古的一辆火车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时间充裕 我觉得是可以去乘坐一下去他们这个 附近一个小镇那边去看一下 那个当地最有名的一个景点 那关于那个火车时间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行去上来去搜寻一下 因为它的火车班次其实没有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要检查好时间 再前往那小镇会是比较好的 啊哟 哈哈 撞到了吗 啊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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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